大家好,我是兰兰 今天就跟大家随便聊 就是还聊昨天接着那个话题 我不是说孩子要出嫁,赔嫁吗 然后我看评论区留言 好多人就问 说兰兰,你们找的是外地的还是北京的呀 有人知道,说找的外地的 然后就说外地的呀 那将来他的父母老了,你都得管 那意思,北京条件多好 你找一个外地条件不如你们 那你图什么呀,就很不理解 也有人说,我的女儿都很大了 比你的闺女都大 现在还没有对象呢,也是很愁 其实我家里吧,也有亲戚 女儿都三十多岁了 没有对象,家长也很愁 他们为什么会大龄没有长到 好多时候我感觉就是 女孩的条件嘛,就比较好 她越好,她就越想找 比她更好的 长的啦,家庭条件啦 车呀,房啊,工作呀 可是你想,那好的 是吧,她总是人嘛 总是好的,不好的,中不溜的 那好的都扑,是吧 你在北京,北京人也在挑 也在抢,那外地人到北京来的 都在抢这一个好的 那哪就轮得着你啊 你看我们那个年代 像我,我身边的同学朋友 都是找北京的,没有找外地的 那会外地人都很少 那就不像现在了 就是城乡结合了 大家都这样串 然后也没有户口限制了 因为过去,是吧 你比如你找一个 外地的女同胞 那你男的跟他结婚以后 生的孩子呢 就要随外地的母亲的户口 可是现在呢 就是很多年以前就开始 放开了 就只要你有一方是北京人 不管男的女的啊 那你找一个外地的 不管男的女的 只要生了孩子 那户口就可以随 就可以落到北京 是吧 那可能你祖祖辈辈 你都在农村老家 那你找一个北京的 你就一下 是吧 你就 哎 可能以后你的后代 你就落到北京了 那所以北京人就很强 尤其是男孩子非常强 所以呢 北京的大龄的女孩子 剩下的就多了 那北京的孩子 毕竟还是比较 从小娇生惯养嘛 条件也比较好 脾气哈 又加上赶上独生子女的 就很任性 所以呢 很多男孩子呢 他愿意找这种 比如说外地的女孩 又有学历 人家大学毕业 留在北京找工作 然后又能吃苦 然后对父母又好 那是吧 女孩也是一样 我闺女呢 就觉得 因为他们在下令当中 或者他们同学 也有北京的男孩子 那他一比较 就看出来了 他们就觉得呢 很能吃苦的 往往是外地的孩子 所以他们不排斥 找外地人 那所以我的闺女呢 找的外地人 那学历都跟他们相当 而且人呢 也很能干 很能吃苦 而且他们从小呢 就在外面读书 所以呢 自理能力都非常的强 学习能力也很强 不强的就是呢 家庭条件呢 可能哈 稍微弱一些 可是我 我到这个吧 不像有的北京的这种家长 就是 哎 你也得找一个家庭好的 也有人问哈 这个房子 实际的问题 可是我总觉得 车到山前必有路吧 你想那么多也没用啊 因为政策吧 也是一会儿一变的 你现在考虑那么多呢 条条框框呢 那你可能连对象 你就找不到了 是吧 我觉得 你看我 我们那代 包括我跟我们家那位哈 也是啊 白手起家 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们就很努力 我们也没有说 指望双方的父母 如果能靠自己哈 还是靠自己 实在不行了 车到山前必有路 上天安排好了一切 这都不是事儿 还是呢 就是两个人 有共同语言 三观相合 而且人善良 而且呢 有能力 身体好啊 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 就行了 就是你普通人 就过普通人的生活 是吧 有人说了 你们北京有什么讲究啊 反正这就是我 其中一个北京母亲的 对孩子们的一些愿望 行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说说您的看法 拜拜 请点赞关注哦